是啊,他承認了,這個已經說了 就是上個星期已經說了 其實現在大陸這樣180度 接下來人民一定會問一個什麼問題 喂,這個Omicron這個什麼病毒 是沒有之前剛剛爆發的毒性這麼強烈的 為什麼你還要封控這麼久呢? 為什麼還這麼嚴格呢? 還有在封控過程裡面有多少慘案發生 你打算怎麼補償呢? 對不對?這些問題一定會推出來的 不用慌啊,不用急啊 一定會說的,一定會探出來的 因為大家眼見,很老實說 多少人跳樓 在這個嚴格封控之下多少人跳樓 在上海多少人餓死啊 多少老人家 多少老人家因為這個封控去不了醫院急救啊 這樣去死啊,連那個白銀蟲的媽媽都是啦 是不是?上海 最後一面都看不到 完全違反了人性 完全也沒有憲法依據的 這些我覺得接下來會有追究的 會有追究的,大家看到 接著也都大家會說回 新疆那場火,吉祥宇那場火 是不是需要有人負責 因為真的消息啊 因為你一嚴格封控在上海封控的時候 大家當時已經問了一個什麼問題的了 你竟然極端到用風刊的嗎? 看死人家,盜門不讓人出去 因為神經病啊,一旦火災怎麼辦? 當時已經有人說的了嘛 結果真是火災,結果真是燒死人 眼白白看著燒死你,救都救不了 好,請問,是不是要有人負責 應不應該要有人負責,合不合理 這件事,百姓的要求合不合理 我想問,不是沒有人提你的嘛 一早有人提的嘛 為什麼你執行的時候 不考慮這件事呢? 就是有意外會有火災這件事呢? 就是這樣到處罵,還在那裡罵 有些百姓的防火意識不好 車,因為你封了一架車 電動車放在下面 動不了,不著了,叉住不了 結果車走不了 就是這樣,這個惡性循環就出來了 那為什麼不需要有人負責? 喂,地方大員也要負責啦 那個消防局講那個說話 那個副隊長應該拿去鄧東菇一半營啊 那些這麼無良的說話 最慘的是 那些吉祥院那些小朋友 死之前的求救 那段片已經全開了嘛 你怎麼可能不追究啊? 那些要不要追究? 因為這個嚴格的錯誤啊,封控政策 你地方也好,中央也好 中央不關中央的事 更加不關我們習大大事的 是地方執行不好 請問既然是這樣搞出人命了 他們要不要出來承擔法律責任? 必然的嘛,是不是? 人家一定會追下去的 這些不用生氣的大家 一定要計算 因為實在太離譜 全世界第三大的現代化城市上海 二十一世紀是餓死人 只是這件事情 你就沒有資格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了 我說的 說什麼偉大復興?餓死人啊 二十一世紀啊 哼 你醜不醜啊 就是稍為有些 有些面皮啊 都不敢把人家說出來啦 你現在找人出來承擔責任先 沒理由不用計算嘛 這些當然要計算啦 你說這些啊 所以說 尤其是現在 你這樣 一解封是毫無 毫無部署毫無策略的解封 現在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啦 科興和國藥 那個疫苗已經是無效的了 抗體已經不行了 是那些百姓每人打了三針 又如何呢 過了期也都沒有抵抗力的 現在你不說 有多少疫苗進來 外國疫苗進來中國 這些百姓怎麼去打 還有救他們重病的那些藥 有多少庫存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說 說慌就慌 結果害到更多的百姓 所以我可以預計到這個什麼疫情啊 大陸這一波的疫情死了很多人 會死很多人 必然會死很多人 死很多人那時候就賴咯 不是我想放鬆的 你你要我放的嘛 你要我放就放 一定是結果很多人死的 這次就是 不是 這個解封不是代表疫情結束 而是中國的挑戰 先是剛剛開始 我看啊 剛剛才開始 因為見他完全沒有 沒有部署沒有計劃 見一步走一步 所以說這個 最嚴重的一件事就是 你是沒有疫苗沒有藥 難道你重症用什麼 蓮花清溫膠羅 如果是可以的就一早解封啦 你那些藍絲用一下腦啦 如果是可以的話 一早大陸開了關啦 通了啦 一人待幾十年 連發清溫膠羅就躲到那裡去啦 結果已經清清楚楚給你聽 是不行的 現在大陸對這個病是沒有藥醫 是最主要靠你自己的個人抗體 就現在你這樣突然間 像你說的一百八十度去封 就一定爆到九彩 現在他禁了數字 他現在就直接說 由於這個病已經不是很嚴重的病 已經跟一個輕感部差不多了 所以沒必要去做一個紀錄 即是不說 不就沒有啦 大陸是這樣的嘛 不說就沒有死人啦 一定是這樣 所以香港的朋友 或者全世界的朋友 因為這幫人現在可以出外面 可以出外面 他也夠可能把病毒 好像幾年前那樣傳出去 現在 現在反而是全世界害怕了他 即是現在未來呢 一兩個月大陸 我可以判會大陸爆到九彩 必然會爆到 但是大家永遠看不到那個數字 永遠看不到那個數字的 是地方政府 真是不敢去報告上去 我現在看到多少 當然不會報告 真的沒有數字 你想都想到了 報告不死 不報告要死 那麼穿崩啊還死 真是很感激 報告 每天百多宗 受控制範圍 每天百多宗 現在都是輕症 全部是輕症的 全部是輕症的 真是重症的 拜託珠海推過我隔離深圳 不是在我們珠海死 就是這樣 解決病法那個人 不是解決那個病 這些大陸是地方官一貫的做法 所以 大家真的要小心 尤其是香港 連鄰近大陸的朋友 真的要非常小心 真是現在這個階段 你真是戴好 戴好 戴靚一點的口罩N95 洗好手 還有公眾場合 公眾場所 真的不要去那麼多 現在 現在 因為大陸那裡是爆到九州 不要林鄭大陸 我們上去了 你看看著 爆到九州 尤其是一月份 下個月農曆年 農曆年 農曆新年 必然爆 所以 尤其是香港 有很多人不打針的 未打針的 那些真的 公眾地方 這一兩個月 盡量不要去 盡量盡量 爆完又怕 有怕 你也要小心 是啊 我是完全不看好的 因為我見他這樣 20天之前 20條 前幾天變了10條 10條新規定 就是你變化得這麼快 你是完全看到一樣東西 這10天 或者這幾天 20條到10天 這10天下來 是完全沒有部署的 你有什麼政策 有什麼配套 都沒有 最初我以為 那20天 在各地建了很多方艙 在廣東的南沙 建了8萬多個方艙 隨時想隔離 我在想 他應該做好隔離的準備 突然間 一聲十條 突然間廣東話 全部開放了 紅、黃、綠、馬都不用了 口罩也不用了 強者戴了 那就是 你想一下 Lucy 那個情況 怎麼會不傳染 如果爆了又會怎麼樣呢? 整個 如果真的爆爆爆 不斷爆 那會不會 美國前兩年的情況 這樣 看有多少重病 有些人透過爆了之後呢 自己的身體產生抗體 就自然呢 就令身體適應了這個病毒 就好像感冒那樣 但有些老人家就非常危險了 相當危險了 就是這個病毒 就是它要交叉傳染的嘛 其實現在現階段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第一 外國的疫苗 盡快施打 就是在大陸 盡快施打 第二就是那個所謂的 那兩隻藥 一個 輝瑞的 另一個 莫德納 這兩個抗新冠病毒的重症那兩個藥 你一定要有咯 一定要救啊 不止有啊 那 很老實講 印度都爆到九彩了 前兩年 你還記不記得大家看到 很多中國人還在笑印度的 你看看多慘 就是這樣 在行河邊這樣燒屍 燒到木變沙漠嘛 這樣笑人嘛 結果現在將會出現在中國那裡 就是我 我是悲觀的 我是悲觀的 因為為什麼 就快過年了 就快過年痛苦 有人說 他要打疫苗的 那他要打什麼疫苗 他打科興 為什麼呢 我問他 他說科興沒有效嘛 因為他沒有效我才打 有人這樣說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 那石禮哥剛剛也說了 就是大陸做180度 大佐安這個防疫的政策 就完全沒有預備 沒有預警 沒有準備 所以後果呢 可能都很嚴重 可能會繼續爆了 其實我在想 如果爆完之後 不是說 身體有沒有抗體的原因 是政府對這個防疫政策 會不會再一個180度大轉彎 不會 打圍蟲船 我自己在那裡想 不會 現在為什麼呢 將來呢 將來呢 大陸會爆到九催的時候 你作為習近平 他在政治上面 他會得分的 他就說 不是我不想放 我就遵順你們民意 民意 你們說要放 舉了白紙 說要什麼 不要宣要自由 我就讓你自由 結果自由 我是一早看到 一早看到 如果一不管管好這個疫情 一放鬆了的話 就很多人會死的 很多人怎麼知道 我是一早看到 但是 百姓 這麼強烈的要求 他忍不了 我是含著眼淚 決定要讓你開放的 我是習近平都會這樣說的 對不對 那時候 你知道國內那些 老百姓很有趣的 哎呀 當然我們不體諒 我們是聖上的苦心 就是這樣 結果就是這樣 他們完全想不到一件事 就是 你這個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你的防疫政策 是不是已經有問題 當全世界已經跟病毒共存的時候 香港說什麼 是共父王傳 現在盧寵謀為什麼不出來說 好 香港現在都開始放了 自己驗核酸 在家裡驗五天才驗一次就行了 以前是兩天驗一次 現在不用五天驗一次 但是他都不肯放棄 那個什麼 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沒有用的 根本完全沒有用的 但是為什麼不肯放棄呢 他現在應該要放的了吧 尚哥 他不放棄 就只有一個原因 現在 健康碼沒有了 原因就一個 他不放棄安心出行 管你那些人管得方便 他怎麼會放的 其實他講過 他在晚上的時候 用意管理的 龍寵謀講過 浪費了 就算疫情需要管理 都用不了安心出行 沒有需要用到 老實說 香港現在還有 香港現在打針率 打兩針的 比率去到93% 打三針好像是76% 已經很高了 這個數字 非常高了 香港不打針的大部分 很多人在什麼呢 很多是老人家 很多所謂的老人家是八九十歲左右 他那些根本不會離開自己的地方 他在行動不變 他打 一分鐘 一分鐘 撐不住 會先走一步 所以他選擇不打 反正他都不到處去 他就選擇不打 剛剛才 那這些人請問他 你怎麼會逼到他打呢 不可能打的 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再逼了 喂 你生存到八九十歲 他都說了有一天 又忙一天 那何必要逼自己做的事 你都不可能再逼他做到任何事 所以盧寵謀的那個是荒謬的 那些醫生 那個打針率 三針率 都還是百分之七十幾 還未夠百分之九十幾 是不可能 你不可能打到百分之一百的 這個世界是不可能的 只有一個不打的 你已經不是百分之一百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些不要去騙人 不要去做一個口號 只不過現在香港 我們經常說 你那個安心出行 你要來做什麼呢 是妖民的 完全是妖民的 還有大家看到 那些所謂的安心出行 你是阻礙了很多經濟的發展 還有你執行也都不力 我們要經常走進家市 如果那些人看都不看 你剛才拿個電話出來養一養 就當你刺了 既然是這樣 喂 你請那些人去坐在家市門口便宜 這條錢的 那條都要經費的 是不是 你留一些經費 你買多些靚藥好過 買多些治療藥好過 是不是 你請責人回來做什麼 還有有些人 我也試過一次 有些人拿著雞毛當領戰 就是那些什麼 搜門口那些什麼 可能有沒有安心出行那些 有人戴口罩 小小權力矮手 以為自己是大帝 就是離譜的 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再搞這些什麼 紅馬黃馬安心出行 廢了 現在你香港針量又夠 還有香港染病的人已經是很多 已經過百萬 應該可能近兩百萬 這麼多人染病 集體免疫群體免疫已經達到了 那你要什麼安心出來做什麼 你反而現在大陸下來 或者去過大陸再回來的那些人 反而那些人 你要設一個安全碼給他們 就對了 但是未來就一定在北方傳回來 一定 尤其是過年前後 必然的 大家真的有個心理準備 包含 是的 尤其是過 我講回一個真正的問題 動態牽連封控 是習近平親自指揮 親自的監控去做的 現在他這個政策180度大轉彎 就是今天的我打到之前的我 那這個顯示了什麼信息呢 有人說有人這樣評論的 有人說 哦 習近平這樣做 說不便宜 就是以前說的 借中他打軌 我現在看你們哪一個 就是馬上去解鋒 解鋒 我知道你以前沒有真心的封控 又有些人說 現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習近平的派氣 把習近平的勢力 是不是受到 他的位置受到挑戰 才會這樣 不是 我不是這樣看 我會看就是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因為這次這個白紙運動 他比八九六四更加嚴重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這次是直接行出一個口號 打到共產黨 打到習近平 連這兩個口號 聽到出來的話 習近平他也不是蠢 他聽到這個口號的話 他就很怕這場運動慢慢轉移到 衝擊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 尤其是這個極端的封城政策 是令到他們 令到他備受很大很大的壓力 如果他再不放鬆的話 真的會激出一個很重大的民變 他是感覺到的 所以就謝世宗 還有 他想好了一條退路是怎樣的 這次一封 為什麼他解封得這麼徹底呢 因為他知道一件事 這樣的解封徹底一定在全國爆到九彩 而他爆到九彩的時候 我剛才已經說了 他就說了 這個就是 我一早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 是一定爆到九彩 幾百萬人 是幾百萬人會感染 分分鐘過千萬人會感染 甚至死的肯定會死 美國死了百萬人 中國不止啦 應該是不是 他也知道會有這些數字會出來 所以就大大聲說 所以大家明白為什麼要封 明白嗎 他一定會這樣 他過一刻到過一刻他才會倒打一爬 他一定會這樣做 而且是大條道理嘛 那就證明了他當天 我中大聲鼎 不猶豫不動搖 是對的啦 是不是啊 就是你們這些人 只顧經濟 不顧你這個老百姓的生命 他一定會這樣說 我說他我也會這樣說 是不是啊 因為他一清二楚的 一清二楚的 所以正因為是這樣 所以我就知道 這個疫情會大爆發 在大陸大爆發 是非常嚴重的 而且會 因為這場是透過這個疫情 這樣轉又行 這樣轉又行 他已經想好了 應該是可以怎樣拆解到這個炸彈 那種說話 你是攻擊他不到的嘛 攻擊他不到 是呀 動態清零是我做的 那如果你現在 你覺得好像我不對 啊 就是之前啊 封得好死啊 令到這麼多悲劇發生 你覺得我不對 很冷又解封 解封的結果是什麼呢 在這個疫苗 中國的國藥疫苗啊 這個啊啊啊啊啊 這個啊啊啊 這個啊啊啊 中國的那個什麼疫苗啊 哎呀 說到他嘴邊就先 大陸那兩種疫苗都不行 科興都不 都不work的 連花清溫膠囊都不work的 他一定會出現很多傷亡數字 必然的 出現傷亡數字就是證明我 動態清靈是對的 他一定這樣解的 所以看起來啦 就是無論怎麼樣 這場一定會變成一個政治事件 但是這個政治事件呢 就是這麼容易安然度過的 就是大家不要以為 安然度過的 社工剛才講過 有些人是不會安然度過的 有些地方 有些 有些人 下面一幫人 你剛才已經說了 誰在這個 堅持動態清零的時候 堅持得不徹底的 一說放鬆的時候 第一個擠出來放鬆 那些人要什麼 這樣就煙石出動了 整個 是啊 擺明的 所以說 你現在這樣去封 這樣去 拆封拆得這麼快的話 絕對不是一件好事的 大家 還有 真的 現在我最擔心的是 大陸現在是藥不夠 最主要藥不夠 藥不夠 好 唉 我說未來 一兩個月 尤其是一入冬 這個病毒 很恐怖